结果英雄没当成 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不给机会 更别说拿了名次国家安排去国外交流会演 买来吓都看不上穷小子捂出来的狮子哦 最糟心的莫活于男阿娟在决赛赛场上 看到女阿娟旁边那个明显是男友的男人 导演你真的有必要这样折磨人吗 说完你攻击人再说说男攻击人啊 说真的男主的两个小伙伴阿貌阿狗 我都觉得比男主阿娟要有故事 众所周知 武士是一项双人运动 虽然大家都觉得势头很威风 但实际上看起来全程弯腰不露面的狮伪 可能比势头更苦更累 因为实际上如果要配合好狮头 狮伪就必须掌握好狮头的全部动作 不然根本不知道狮头下一步要做什么呀 同时因为电影里的不是陆狮子 而是需要上妆的 所以节奏感也需要比狮头更精准 否则狮头跨步了狮伪没有跨步 就会出现断节奏无法展现好狮子形态 甚至可能会脱妆 让两个人一起受伤 这都是需要狮伪 也就是阿猫去完成的 在片子里阿猫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可以随意的在师傅和男阿娟的体重速度之间 自由的切换自己的技巧 根本不需要时间去磨合 在举了一整场的师傅之后 吉利依旧没有耗尽 直接配合男主上妆强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任劳任怨 被男主拖下水 为了男主的梦想而拼命努力的天才 却因为长得丑 连动画编剧都不愿意多给他一些笔墨 只能说不愧是不需要任何逻辑 只需要爽就行的动画电影 甚至最后还没有软软爽起来 而阿狗的气氛 就算是换个人来眼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仿佛就是因为需要有一个打鼓的 所以才有了阿狗 攻去狗本狗了呀 至于师傅嘛 在徒弟们第一场比赛的重要时刻 抛下徒弟回去帮老婆送咸鱼 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用 没能赚到很多钱 不能给妻子好生活 还是他老婆让他滚回去看徒弟 真的是个自没有勇气 也没有担当的男人呢 导演到底是觉得 钱比勇气和担当重要到什么地步 才这么刻画师傅的呀 全剧唯一的正常人 大概就只有师傅的老婆了 这片子从头到尾都在自相矛盾 一方面让男主又那段 嘎出三十一丁的 李白狮子大会拜师成功 一方面又散发着一种叫做 贫穷不配有理想的恶臭气氛 所有人都在努力挣扎着想要出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走出去 这是何等的喜剧啊 再加上那些浪费时常 没有任何意义的搞笑镜头 就更显得可笑了 导演可能忘了 电影是一门讲究效率的艺术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场景 都需要有充足的意义 所以很多电影 只要删前几秒钟 就会导致整个叙事结构发生改变 而《熊狮少年》这个片子 你把很多场景删了 对影片本身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全片自始至终 充满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傲慢 充满着文创工作者 对穷人的生活的状态 烈骑士的观摩和取笑 片中没有交代任何配角的背景 你阿娟在零几年 为什么开了起车 阿娟到底有没有上学 阿娟的父亲摔伤后 公帝有没有赔偿 这些都没有讲 完全靠经历过那段时光的我们 靠观众自己去体会 阿娟的爸爸 完全就是一个植物工具人 他的出场和摔伤 就是为了引出所谓的奇迹 这一关键词 这片子当然不会像星野 周星史根本不会这么演 星野喜剧是你看的时候会笑 看完了戏品的时候 才会觉得沉重 而熊狮少年 是看的时候都笑不出来 如果说苦难是化了妆的嘱咐 如果说荆棘从事通往玫瑰园的比荆之路 如果说成大使者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堤夫 那么在经历过苦难 荆棘和困顿之后 是不是应该有着幸福 玫瑰和彩虹呢 不 现实告诉你 不一定会有 但如果连文艺作品都不能疯狂且热烈 连喜剧都不能在结局让人快乐 连动画电影都没有了照亮前路的曙光 那我花钱看你这个片子干什么 买醉手吗 导演在动画电影里 让观众面对现实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却上两天般体会到的 不比你这个沉重 最后的最后 大家可能会好奇 我为什么不在一开始 就说这片子最饱受争议的部分 也就是角色的咪咪眼和宽眼剧 说真的 当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 角色融入在整个片子中 其实并不会让人感觉很难受 跟电影前后自相矛盾 和对周星石桥段 马世民排词的缝合 导致的出戏等等这些问题 这真不小事 但主创在采访时的态度就很离谱了 原则就是其实在设议这些形象的时候 我们有一套原则 因为第一次在用大萤幕去呈现一个现实主义的动画 到底我们在形象里面真实的人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可能当时大家都问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们也许不知道什么方向一定是对于这个开始 第一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方向 对 我们就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第一个 要去这个滤井 第二个 我们要去这个所谓的 这不太准确 但是就是网红的审美画 第三个 我们要去美漫审美风格 如果说这些形象最最终接近什么呢 我觉得最终接近的就是 我们每个主创拿起镜子看一看自己 然后想一想一想 曾经伴随自己一起成长 那些小朋友小伙伴们 在记忆中是什么样子 叫普通人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加以适当的卡佛画 使他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个动画片里 最后我觉得 我们动画人要加油 要多做现实的一个国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可能有少数的观众朋友们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形象在打赢 是因为我们都看了太多的美漫 我们看了太多的日漫 你可以提示你可以法国 你可以学习一切不是标准日漫审美的内容 但这都2021年了 你有自己的审美没有关系 但你作为一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你在去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 去日漫审美去美漫审美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而这就不太OK了吧 大家觉得你的人设难看 所以你把除你以外的人设 一律倒为境外势力 是这个意思吗 不说别的 咪咪眼这个问题 李小龙在几十年前就反驳过了好吗 而且你电影里用了那么多星爷的段子 星爷本人可一点都不丑啊 你可以代表你自己 但不能代表中国人的 我们看了那么多动画 啥好看啥不好看 需要你来指导我们审美吗 接着文案写完啊 熊市少年的票房是六千五百多万 想来打破哪吒的记录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如果少点采访 说不定还能给片子加价分吧 我是有话就直说 天下最难干的物样 记得关注我和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